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最碎嘴的Top 1 这让我们把这个节奏 一下从慢到快一起来看 皇上有旨 惠妃失德 贬眉惠妃 皇上有旨 惠妃失德 贬眉常态 皇上有旨 常态失德 贬眉答应 答应有旨 皇上失德 贬眉 太子 太子 太监死到惠妃前头了 第一天当差 这圣旨我还得看清楚 皇上有旨 命戴刀侍卫 前往冷宫 赐死会答应 毒药 贺定红 赐死死会答应 里面的人 突然接纸啊 把纸放那儿帮 还有一次性牙刷 预巾 坐鞋 我是保安部的 不是客房部的 不是客房部的 等着 您会飞 我不会飞 您会贫 你才贫 你常在 有时候也不在 你答应 你谁要我就答应 我知道皇上的衣服 要弄死你了 皇上有旨 命戴刀侍卫 赐死会答应 且慢 臣妾不怕死 但臣妾衣冠不整 怎能接纸 你整 哎呀 我说你整 你就快点 说吧 你没听见啊 皇上有旨 命戴刀侍卫 赐死会答应 且慢 臣妾不怕死 但臣妾失礼 没能贵赢圣旨 你贵 哎呀 我说你要贵 你说这 说吧 皇上有旨 命戴刀侍卫 也就是我 赐死会答应 也就是你 且慢 自己看 哼 侍卫有旨 赐死皇上 哎哎哎 娘娘 这里头可没我什么事啊 没你什么事 那你干嘛来呀 滚 这 不是娘娘 这里头有我事啊 又有你事 侍卫有旨 哎娘娘 前面已经死了一个太监了 你能不能不瞎说呀 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 起来 娘娘 这是皇上赐给您的贺顶红 臣妾不怕死 但臣妾也得知道皇上为何要赐死臣妾呀 哦圣旨里头写的明白 因为你嘴碎 嘴碎就是死罪 嘴碎不是死罪 但嘴太碎就是死罪了 你什么意思 你说谁嘴碎呢 你说谁嘴太碎呢 我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嫔妃 一天都说不上三五十万句话呀 皇上问臣妾一句 臣妾只敢回她四百多句 我嘴哪碎了 我嘴哪碎了 娘娘你嘴再碎 这药就过期了 臣妾不怕死 但臣妾现在醉不醉了 晚了娘娘 请上路 怎么了娘娘 药有毒 废话 这就是毒药 吓死我了 那把药拿来吧 我怎么给你拿 你都傻了 那怎么办呢 你等我 我明天再来 慢走 不送 皇上有旨 命带刀侍卫 赐死 会答应 来得挺准时啊 娘娘 该说的 昨天我已经都说了 这是圣旨 这是鹤顶红 你自己看着办 臣妾不怕死 臣妾不会对死 有任何的恐惧 弄死你可真难啊 不是 娘娘你看什么呢 我看看有没有食品添加剂 配料表呢 这是鹤顶红 就一个配料 就是鹤脑袋顶上那点红 娘娘你到底喝不喝 我还等着下班呢 臣妾不怕死 但臣妾在死之前 要纠正你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啊 鹤顶红 怎么就是鹤脑瓜顶上那红了 怎么就不是鹤脑瓜顶上那点红了 鹤顶红 那只是它的俗称 它的主要原料是三氧化二身 也就是砒霜 红色 微甜 入口香醇 有回味感 称得上是毒药中的老品牌 那么今天我们拿到的这款鹤顶红 是五年顶级陈亮 为了回馈更多的新老顾客 我们一箱六瓶 只要四千九百八十元 而且我们还有更多的优惠 娘娘 皇宫里没有这么多存货了 没有存货了 那么这样 今天只要前五位打进直播间的朋友 怎么样 我们就加送他一箱 简直无超所值 美货真正的无超所值 那么很多朋友就要问了 现在市场上假货这么多 你们凭什么证明 你们这瓶鹤顶红 就是真正的鹤顶红呢 哎呀 怎么保证呢 好 既然有朋友提出这样的疑问 我们就用事实说话 我们现场打开这一瓶 让我的搭档来亲自品尝 那我来试试口味 来 娘娘 你差点把我给弄死啊 行 这瓶又撒了 你弄的 你等着 我明天再来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王上有旨 命带到侍卫 赐死会答应 今天怎么来晚了 我家里有事啊 娘娘 你就别再拖延了 圣旨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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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 水 尽 尽 心 尽 尽 力大 无穷 穷途 末路 路见 不平 行 凭什么我就和你玩成语 接龙啊 娘娘你要再不喝 我就要灌药了 且慢 臣妾 不怕死 那这句话就是给你家写家命的 我看出来了 行 想让我死也可以 但必须要按照我家乡的习俗来服毒 你们家乡服毒还有习俗 那是当然 拿碗来 在我们家乡 毒药要放到碗里喝 我要先敬皇上 再敬太后 最后敬皇子皇孙 皇上 臣妾 上路了 交致于风 娘娘 你空里可真干净啊 大男 似死嫔妃 不得用刀 我明天再来 回见 二十五年了 没升过官 没干过别的差事 这辈子唯一的工作 就是往这冷宫配送贺顶红 别说 普通话都练标准了 出来 接纸 等着 喂 整理一关 贵 今天这些就省了吧 今天你不在这上面找事了 得 那咱就过了啊 这是圣旨 来 碗 贺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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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怎么这么多呀 这个是让你撒的 这个是让你做直销的 这个是让你敬皇上的 这个是你喝的 想得到挺周全 看来 看来今天我是非死不可了 但愿吧 臣妾 不怕死 来喽 今天又没戏喽 二十五年前 皇上对我说 只要能赐死你 就赏我一万两 当时我想 干什么能挣一万两啊 现在看来 干什么挣不了一万两啊 明天我就要告老还乡了 也没报什么希望 给您 报个别 且慢 今天这药 我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班啦 圣旨过期啦 终于扛过来啦 皇上 死到灰飞前途啦 臣妾 不怕死 爹 我上